有粉丝怀疑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斯坦开始对着台70岁的夜影机做评估 评估的结果将决定他是否加入 首先查看机器的心脏 引擎 打开引擎盖 里面的风扇还能转 这是好迹象 接着试试引擎是否可以转动 迈克用铁棍来敲动他 只要能转动一点点 就代表可以修复 斯坦就会加入 两人握手正式展开合作 斯坦一早来到了矿洞口 机油比他来得早 已经开挖了 这个矿场原本在1888年开挖 长26公里的冰河堆积物 里面充满了珍贵的矿物 迈克挖出一块石头 绝对可以看出 洞里真的有银子 矿场的主要生产处是一条水平坑道 稍微有一点往上倾斜 这一条在山中的水平坑道 长度有122米 今天的目标是查看坍塌情况 这条通道已经100多岁了 迈克掏出了一些竖井的天花板 突然突然发生了坍塌 斯坦赶紧把他扯了出来 迈克的头流血了 还好只是轻微的伤口 但也代表这个入口并不安全 两人决定稍作休息另寻通道 斯坦搅动着一锅不明物体 迈克在一边研究地图 他们正在寻找一条新的通道 但新的通道需要用到炸药 斯坦往水桶里倒入白色粉末 用透明胶封口 居然就这么做好了 这威力足够炸飞一台车 斯坦扛着管子来到了新的入口 两人安置好炸药 撤离到安全地点后 斯坦用射击来触发炸药 声响十分巨大 迈克的小心脏扑扑直跳 两人来到爆破点查看情况 炸药并没有炸开竖井 但炸出了一些样本 沉重的石头是有银子的可靠线索 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他们需要用到重型机器 鲍伯发现了两头麋鹿是一对母子 这可不能猎杀 这是犯法的 但是看见了老婆孩子 老公还会远吗 这片湖泊充满了麋鹿喜爱的食物 而且被树林团团包围 提供他们隐秘空间 树林的另一头是宽阔草原 他们开的小径连接两端 要是他们在湖边发现公路 就能移动到草原里 尝试将公路引入陷阱 父子俩沿着树林移动 一头公路出现了 锁定目标后 两人撤回草原 查理用树枝敲打树木博仿的声音 鲍伯则躲在一边准备连杀 又肥又嫩 今晚的下韭菜有着落了 斯坦和麦克开始修复夜影机 先开引擎盖 里面的家伙还很新 似乎只是休眠了 状态非常好 燃料管有点老化 垫片也需要更换 此外还需要一根全新的操作材 斯坦立刻动身去寻找材料 正而可没有零件商店 斯坦回到营地 他找到了一段适合的软管 一大块硬纸片 最后顺手拿走了妻子的扫把 希望他晚上不用跪流连 材料有了 两人开始动手 替换燃料管线和垫片 把扫把柄俱下 修改成合适的长度 然后打几个口 装上去刚刚好 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 却十分顺利 斯坦用翻手 启动马达 迈克往引擎里驻油 但是没有发动起来 没关系 失败是成功他妈 迈克将油门全开 两人又试了一遍 两人高兴的下海 迈克坐上了驾驶室 准备启动机器 发现冷却管破裂了 珍贵的冷却技 淹满了引擎室 这是个好现象 表示油泵在运作 解开套管重组 漫长的工程 进入了第二阶段 斯坦与迈克充满默契合作无间 忙活一阵之后 引擎又重新发动了起来 而见真章的时刻 现在才正式到来 迈克试着让夜引擎走起来 一波操作下来 机器动都不动 前进挡被掐死了 迈克决定试试到 居然动了 两人十分兴奋地叫出了声 下车检查了一下 迈克决定再是一次 熟悉挡位之后 夜引机顺利开动 他们竟然开始清除疫苗道路 真是666啊 但是灾难很快就讲了 有东西切断了权料 斯坦下车查看 引擎体炸裂了 斯坦和迈克也当场裂开了 面对如此窘况 两人将何去何从 关注我每天讲一个 在北极圈生活的故事